魯特的周邊商品現正販售中 現在還有騎士提代喔 如果您很喜歡魯特的影片 想要支持魯特的話呢 我會把周邊商品的網址 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喜歡的朋友們 看完影片之後 記得去選購喔 今天早上從台中出發 騎到現在應該騎了180公里了 帶觀眾去台東 其實我期待今天已經期待非常久了 那其實這次帶觀眾去騎車 原本其實是一個 切地瓜環島的一個活動 不過因為前陣子6、7月那時候 就是雨真的下得太大了 所以那個山區啊 島墓的島墓啦 崩塌的崩塌啦 落石的落石啦 最後我就臨時決定說 好不然這次我們就改成 去台東 如果中間出發生的 就算是個星期間 那就是這個山區 我來自天的地 就不在發生什麼樣子 我會把星期間 那邊搶一會兒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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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趟旅程 就是从这碗饭汤开始的 这间位于六甲的Q吧本汤 其实在我每一次南部旅程结束的时候 只要时间足够 我几乎都会停在这边吃个东西 这次的行程 准备带着观众 到台东走走 特地抓了时间 提早出发 在Q吧本汤吃午餐 吃完午餐之后 就准备出发 一路往台东了 因为真正前一天被抓去工作了 所以这一趟 算是我要独自带的观众 勇闯台东了啦 虽然说今天是一个移动日 但是一路上 我就骑得特别有精神 一个是因为这次的活动 距离上一次的带观众去骑车 已经隔了将近11个月的时间了 从第一次举办带观众去骑车到现在 其实我真的蛮喜欢这一类型的活动的 举办以来 其实我也收到了真的很多私讯 大部分都是跟我说 对这次的活动好期待 好想要赶快看到我 诸如此类的讯息 但是每一趟带观众去骑车 不是只有观众的期待而已啦 就连我自己本身 也都很期待那一种 可以跟大家讲讲干话 和大家一同奔驰在公路上的感觉 甚至在出发前 我也会和大家一样 对这趟旅程 兴奋到睡不着觉 而第二点则是因为 这趟旅程在从南非回来之后 我终究还是没有忍住啊 跨上了新款的890 ADBR出门 从家里出发时候的ODO总里程 两公里 骑车后的第一个行程 就是从台中出发 往东部的长距离探险之旅 也算是解锁人生的新成就啦 一趟就可以换机油 所以那种兴奋感 可以说是直接double上去的 如同很多人搭心脏 都会碰到下雨天一样 身为我很不想要承认 但是好像真的就是的 雨难 骑行车出门旅游的第一趟 看着前面一整片乌漆妈黑的天色 淋个雨的开光仪式 看来终究还是躲不过 淋一下保平安啦 不要看我骑得好像怡然自得的样子 其实是因为人已经骑到了桥上 雨才下了下来 真的已经没有地方躲雨了 打开手机 想说看一下这雨区 大概还有多长的距离 结果不看还好 一看拆点吐血 嗯 好啦 我真的是雨难 最后我就这样一路临到台东 抵达民宿的时候 因为真的太狼狈了 所以这民宿 我一直留到了隔一天 才开箱 这一次呢我们来台东住的民宿呢 是位于这个台东市区附近的法洛米民宿 带大家开箱一下我们这次住的房间 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就是这里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包洞来的话 我觉得它最多说不定可以容纳到20个人应该可以 这一次我们还有住到四人房 我可以进来吧 可以进来吧 可以啊 没有 四人房就是两张双人床 电视 这个小书桌 平常啊三五好友出来起车的话呢 住这间 空间非常的够 附了一个小沙发跟小茶几 那重点是呢 它这个外面 它也有像是这样的一个露台 所以 让你晚上怎么样 可以在这边喝酒 开心的聊天吃饭 衣服呢也可以塞在外面 这次台东四天三夜 我们选在靠近市区的法洛米民宿 环境整洁 房间的空间也很大 甚至连沙发都很好睡 然后啊重点是这个民宿啊 除了它的床之外 这个沙发也非常的软 我们就有一个人呢 他会打呼然后怕吵到别人 所以他就两天都躺了这个床 可是我觉得 真的比房间的床还要舒服 真的超软的很舒服耶 哇靠 诶真的耶 这个温度 他会把你的身体包起来 诶真的耶 诶真的耶 整个是要整头 整头细一下 好噁喔 有点滷味 很适合像是我们这样一群人 骑车到这边的骑士 门口也停了下几乎全部的车辆 以一个人住两个晚上的住宿费 不到1800元的价格来看 我觉得真的是蛮亲民的啦 而这一次的台东行 其实原本是切地瓜的旅程 不过曾如前面我所说的 因为山区大雨 导致很多地方都崩塌了 所以很临时的才把行程更改为台东 也因为原本是切地瓜的旅程 所以这次我们招募的车友们 数量其实偏少 一共是14位朋友参与 秉持我们的精神 不限车种 不分年龄 所以这次的年龄层 非常之广泛啊 有老爸带着读高中的儿子 一同参与 他们是一队副职党哦 爸爸骑CRF1100L 非洲双 弟弟呢坐CRF1100L的后座 重点是弟弟呢 今年几岁 15 15 大家应该会很好奇说 为什么今天这个平日 他在这边 为什么你在这边 可以讲 因为有一个跟老师请假 他为了要来参加我们这个 带观众去骑车 他特地跟选校请假 真的是感觉对他非常抱歉 下次要约一个六次的 哈哈哈 也有因为看了鲁特影片之后 两个人有了共同的话题 进而成为了热恋的情侣 我们两个是因为 然后我们有共同的话题 哇哦 是哦 可以参加 哦 超胖的 真的 你不要在家跟我讲话 为什么我们是这个 那叫双方曲 算是美博的费用 大包一点 哈哈哈 包一点拿给我 哈哈哈 也有大学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翘克来参加的 而车种 也从公升级的ADV 到速可达 再到只有50cc的Funkbike CC50 有的人特地提前一天出发 有的人则是下班后一路夜骑 在7還有旭孩补眠之后 直达台东 说得上是摩托车层面上 真正的种族大融合了 而在这些朋友中 还有两位特别的车友 一位是我应该不用多做介绍的台东扛霸子 爱心觉罗 努尔重庭 许久不见 一样帅气 而另一位 则是骑着XADV的影片创作者 波比哥 波比是只猫 我叫波比哥 那我本身呢是经营宠物频道 哈哈哈哈 他养了两只非常可爱的猫 蓝猫 二楼式蓝猫 现在要多一只不我猫 对 从他的频道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猫 还有他骑摩托车的画面 是不是 骑车的画面比较多 骑车的画面比较多 哈哈哈哈 相信这三天 在这一群热血骑士的陪伴下 我们一定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 而这边 我也要先各位观众说声抱歉 我在打完脚本之后发现 因为这一趟我们的天数比较长 行程也蛮丰富的 所以这一趟的台东行 我会把它分成上下集 不然完整的影片时间 真的是有点太长了啦 好啦 介绍完大家 我们也准备启程啰 各位 我们现在要离开我们的民宿了 Follow me民宿 我们现在准备去台东 立家林道 整体来看呢 我觉得那个路况其实不算太差啦 现在我们就准备要出发了 Go Go 移动日的隔天早上 在大家都到民宿check in 之后 我们也在中午的12点结合完毕 准备展开我们这一趟的第一个行程了 虽然还玩出发 我就熄火了 但是内心想骑车的那把火 绝对是永不熄灭的啦 现在骑在我面前的这位哥 我都叫他CC哥 前一天下班 他直接从台中北屯 跨上了他老婆CC50出发 他骑了一整个晚上 到台东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超过10点了 真的可以说是完整的骑爆了啦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我不应该叫他CC哥 而是应该叫他猛哥才对 从民宿出发 我们经过台东市区 骑了大概10分钟 在7000停了下来 打算在这边买个水 再接着出发 这次的行程因为人数偏少 所以当初在把切地瓜的行程取消 安排台东行程的时候 我特地上网搜寻了一下台东的清零道 最后安排了三条清零道的行程 不过虽然这三条的路名都有零道两个字 但是实际上其中两条 全线都是水泥铺装的路面 路况非常好 展望同样也是4K级别的清晰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看到路名里有零道两个字 就觉得说应该是很不亲民的路况啦 因为这一趟行程中 连骑数葛达的朋友 都可以轻松地完成 利家林道的入口处 位于北南乡的大869部落附近 大869部落 又叫泰安部落 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部落的名字 但是我相信 这里出了一位名阳四海的艺人 在华语流行乐坛中 有着极高的影响力与地位 他唱的歌 你一定有听过 哈~~ 上天三夜的三更半夜 汽车不要停血 好啦我唱歌其实真的不太行啦 但是没错这个人 鼓励来阿密特 张惠妹 大家都叫他阿妹 不过虽然大869部落中 出了一位这么厉害的人 但是实际 骑进部落里 你可以看到 这里还是保持了朴素的样貌 并没有利用阿妹的知名度 来宣扬观光 所以在刚骑进临到入口处的时候 整个部落里给我的感觉 真的非常的安静 纯朴 临到刚开始 其实你完全感觉不到这是一条临到 因为看过去就是一般的小巷子 直到经过让人舒然起敬的军人公墓之后 陆幅才会慢慢的缩减成单线道 路况相对刚进入的入口处也会变差一点 不过沿途其实都是有水泥铺装的路面 所以还是可以轻松的行驶的 而才刚往上骑不到10分钟 我们在看到了右手边这片风景之后 也决定停下来拍个照再出发 我们现在呢停在这个产业道路的路边 那这条产业道路呢 我目测应该是很少人会来 应该是只有一些果农会来而已 因为我们从下面上来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车 没有什么人 一路上都没有遇到 从我们停车的这边呢 望过去 这个view真的很棒 可以直接看到太平洋很赞 然后又加上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准备要继续处罚了 走开 如同台湾其他的领道一样 伐木业者可以说是森林的拓荒先驱 为了运送山上的木材 而开辟宽敞的道路 当然 立家领道也不例外 这条道路的前身 就是一条伐木古道 因为领道的位置 位于大8693 正是碑南族大869部落的后方 所以这里 自然而然的 也就成为了部落族人的猎场 还有农耕地 整条领道沿着大8693修建 连接太安部落与立家部落 在这一片地区 形成了一个U型的路线 在我翻阅了地图之后 我发现这条领道很有趣的一点 在太安部落 这条道路的名称叫立家领道 而在立家部落 这条道路 则是叫做泰安产业道路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两条道路的名称是相反的 而今天我们行驶的方向 则是从太安部落 往立家部落的方向 随着我们越深入灵道 在经过几个幅度比较大的法脚弯之后 我也逐渐发现这条灵道美丽的地方 那就是沿途能停留的展望点 真的非常多 而且看出去的视野 每一个都很宽广 相信看到这边 大家应该会有一个疑问就是 那到底哪一个点 是最适合停留的呢? 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还真的回答不出来 这趟我们前往的时间点 刚好是在台风过后的大概两个礼拜 沿途可以看到山坡上的树木 打得乱七八糟的 甚至有一种荒凉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灵道的前段 就可以一眼禁收整个台东市区了 我是不知道如果没有台风侵袭的话 这条灵道上的展望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了 但是这一天的景色 真的蛮让我惊艳的 这个山底下呢 骑上来大概骑了应该 15分钟 20分钟接近 那我觉得这条灵道啊 其实这一路上呢 有非常多很好的展望 像我们现在后面 这个展望就非常的棒 可以直接看到蔚然的太平洋 还有整个台东市区 我觉得路况算是还OK 就是它就是水泥道路 那如果你有来的话 你要比较小心 因为它路上有很多地方 是果农他们有在撒水 然后那个水管可能有一点点破掉 蛮多段是有那种水 流在路面上 然后流的时间也长了 所以它里面都会长很多的青苔 有来要小心 我们刚才大家都稍微的滑滑乐一下 那你知道它过去会接到哪里吗 这条路 不知道 它过去就接到我们今天晚上吃饭的那间餐厅 就是你介绍的那间餐厅 所以我们在那边等5个小时就可以吃完餐 哇等不及了 等一下波比哥好玩吗 好玩啊 应该没有让你失望吧 绝对没失望 漂亮 现在失望的是 还没有人倒车 惨了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我是第一个 去出发了啦 当天我觉得整段林道中最需要注意的一个路段 大约是从3K处开始 从这边开始 林道上看过去的风景一样占到爆 不过这边的路段 这轮胎底下的路况 就会开始变成充满粗犷感的产业道路 虽然路面上还是有水泥铺装 但可能是因为附近有很多灌溉的水源 所以沿途你会看到山泉水 一路从山顶的方向 往山谷下流去 加上这里人少车少 所以这颜色 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没安全感 感觉会随时滑掉的微绿色 当天骑到这段的时候 我的后轮也一直感觉到电控有在介入 而据我们Combuds当天的说法 台东在这一天的前后一个礼拜 其实都是大晴天的好天气啊 所以我猜 这里应该是常年有山泉水流金 让整个水泥铺装路面都长满了青苔 变成那种你看过去觉得没什么 但是实际骑上去 会撇掉的路段 所以如果有想来的朋友 在3K处过后的湿地 千万要小心 没把握的话 千万不要突然加速 也不要点刹车减速 顺顺的滑过去就好 最好同行 也要找车友一同前往 会比较安全一点啦 至于我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呢 这边先小小卖个关子 晚一点会提到 哪有没有想到 我们想到万一再祢 立嘉 这个词 源自悲难足语 意思是 在肥沃的土地上 长出茂盛的姑婆玉 我查了一下姑婆玉的伸长环境 发现了一个重点 就是环境要温暖 潮湿 所以由此可知 其实立家林道的这片区域 地形复杂 环境潮湿 虽然现在画面上 你应该感觉不出来 但是其实这边在午后 很常起雾 下雨 而虽然提到了姑婆浴 但是在过了刚刚潮湿的路面之后 出现在视野中的 更多的是檳榔树 不过幸好密度没有很高 才没有挡住后面的4K大井 陆地的绿与海洋的蓝 相互呼应 色彩鲜明 美不胜收 骑到这边 我对这条林道的感觉就是 它是一条能一直给我惊喜的林道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状态 基本上就是骑个不到两公里 就停下来飞一次空拍机 而随着每一次飞空拍机 海拔高度也会越来越高 能看到的视野也就更远 从太平洋到北南西 北南西再到海岸山脉最尾端 都兰山 197县道 接着是整个台东平原的最高点 顶岩湾四格山 再到离我们最近的太平西 所以如果你有来到立家林道 沿途千万不要只有停海拔最高的展望点 因为从山下一路边走边停 往上骑行 那感觉就如同古语曾经说过的 登东山而小骑路 登泰山而小天下 今天跟着观众一同 登大巴六九山而小台东 登高望远不是为了征服 我更爱的是排除一切障碍之后 看清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 从入口处出发 我们边起边停 经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来到了距离山顶不远的一个平台处 打算在这边再次起飞 顺便让大家也休息一下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遇到一位在地工作的大哥 吴大哥 他很热情地跟我们分享路况 也跟我们说 他在这边有一个私人的公导 还邀请我们上去拍拍照 看看风景 而且展望会比现在我们停的这个位置 还要更好 这难得的机会 当然就是要好好把握一下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跟随着吴大哥的脚步 去他的公导逛一逛 这条立家林道 目前车辆可以通行的路段 大约是到13K处的管制站 而这位大哥的公导 大约是位在11K处 所以剩下不到2K 我们打算留一点遗憾 下一次再前往 因为从这位吴大哥的公导上 往太平洋那个方向看过去的风景 就真的非常非常震撼了 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 路边那个公导 对 后面那条路就是去那个山 从那个山下去 好 从立家下 达拉威在这边 我们刚上来有一大个达拉威 从那边出去是原始步道出去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就是排那一条 那边的路 不知道要修好了没 好 不确定有没有修好就可以 好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坐坐 大哥谢谢 好大哥 感谢你 我姓吴 吴先生 真的非常地感谢你 哈哈 于是呢我们又这样准备要休息了 没有吗 你会觉得跟我们一起出来都一直在休息 这样是不是很好 对啊 就不会坐那么久嘛 对啊 屁股就不会酸 来分享一下你刚才怎么骑上来的 对啊用四脚兽 四脚 哈哈哈哈 四脚兽是形容在这个地方 他刚刚不是骑上来的 他刚刚是脚夹着摩托车走上来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 这台都上得来的话 大家就没有什么 大家就没有借口了 看到影片之后呢 赶快来 很棒的一个地方啊 不过来这边呢 是吴大哥的一个工作的地方 公寮 就是后面这个公寮 然后他说啊 等一下我们走的时候呢 我们什么 门都不用关 然后只要把他的椅子呢 复原什么之类就好了 然后这边有厕所啊 可以让我们用 非常的赞 台东人真的人都很好 难怪我这么喜欢台东 难怪要一来再来嘛 难怪真的是一来再来 没错啊 这个井配上这个人 然后结果吴大哥是台中人 又被摆了一道 应该是第一次骑到这么上面 我是第一次骑到这个点啊 私人的公寮应该是 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啦 通常山区午后呢 都会下雨 今天因为有我的关系 所以怎么样 不是 因为今天有你还有我 我们复复得证 一路从山下往山顶骑乘 来到吴大哥的公寮这边 海拔大约会来到900公尺 以当时九月中的季节到那边 气温正好舒适凉爽 而吴大哥公寮的位置 正好位于这座山的山顶 有着最辽阔的视野 我们一行人就在这边聊着远方的风景 然后试着看能不能把装山泉水的桶子 排成华原观景台的天空之境 虽然还是差了一大截啦 我不知道吴大哥看不看得到这部影片 虽然我当天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谢谢了 但是这边我还是想要再次跟他说声感谢 顺便也问一下他是不是台中人 在公寮这里的风景又更好了 视野甚至好到从大巴693的这边 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 位于绿岛的南辽渔港 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好 往海那边看过去可以直接看到绿岛 这个就是绿岛 非常非常清楚 以小弟的视力呢1.5 从这边看过去呢 可以看到港口 所以这个view真的不错啊 我迷行人在这边待了大概40分钟 拍到新满意足才愿意离开 准备前往我们下一个点 原本我们从这边离开之后 行程预计是安排到山下的 比利良 蓝沙坝 不过因为在这条灵道上 我们真的是待了太久的时间了 要离开的时候 接近5点了 所以最后决定 比利良 蓝沙坝先跳过 直接前往资本海滩看晚霞 所以接下来 我们也展开了我们的回程 来到这种沿途都是大约的 来到这种沿途都是大约的 大紧的灵道 心情就是会不自觉的放松 尤其在回程的时候 每一个弯过后 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台东市 完整的出现在我们眼前 可能从萤幕上看到的画面 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鲁特真的非常推荐大家 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拜访一下这条灵道 好骑 人少 车少 视野极佳 下次有来台东的话 一定还要再带珍珍来一次 我们现在来骑这个 我们也要过岛墓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没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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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过可以过 怎么了 那边是房子 那边 那边 他好像封了 所以 他说是从那边下 所以你说是从那边下吗 路线是从那边下 所以下面那条不是吗 哪一条 就是这边 那条也封了 那条他们说没有路 是房子 房子 那就只能原路回去啊 对啊 走原路回去好了 走原路回去好了 一台一台来好不好 一台一台来 因为这里太斜了 而回程的时候 我们原本预定要走的路 也因为前阵子的台风 崩了 其实我原本就有心理准备说这一趟 应该是有很多路段 是有崩壁 或者是路基消失的状况会发生了啦 所以遇到了 倒也没有太讶异 骑到路崩塌了 其实也算见怪不怪了啦 在这边稍微清除了一下路面上的障碍 等大家都成功的调转车头之后 我们也准备走原路下山了 而下山则是小状况的开始 还记得前面在介绍利家林到路况的时候 我请大家骑到潮湿路面 一定要顺顺的滑过去就好 原因呢 则是因为 这一台车 整台车这样扭 Oh my god 应该没有让你失望吧 绝对没失望 现在失望的是 还没有人倒车 还没有人倒车 我想波比哥在说出这句话之前 应该想不到今天最精彩的画面 竟然是由他自己贡献的 以上这些算是玩笑话啦 讲认真的 其实我对波比哥还蛮拍赛的 邀请他一起来骑车 结果还让他贡献倒车的精彩画面 真的得惹惨了 人没怎样 应该是人没怎么样 可以可以 OK啊 感谢感谢 可以啦可以啦 OK啦 对了路更滑 刚刚经过这边滑倒 这太滑了 我看看应该是没怎么办 然后问重庭看这边有没有钓得到这个 断掉了 彻底 对啊断掉了 可是还好啦 壳跟这个 我看这也爆开了 我靠 刚才你算还蛮大力的 我整个扯下去 扯下去 雷缠下去 然后这边有保管还好有挡到 我看那个排气管有点凹 我还把他拔出了 哈哈哈 那幸好你有装这个保管 对啊 还好你有抓 对啊 保管 这就继续装着 不用换了啦 天啊 对啊 刚刚是一个 阿伯跟阿伯帮我 帮你扶的 对啊 那阿伯怎么样你知道 他出来断步 啊年轻的 你怎么办 哦 他去打我扶着 哈哈哈 这个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户工是断掉了 因为户工我穿第二次 对他爆开了 哦你之前有甩过是不是 导车 哦导车 对 那你是第一次 那你是第一次 领导骑到摔车吗 第一次 真的吓人 对 这样下次还要来吗 哦当然来啊 哈哈哈 当然来 那看来你有越野魂 我非常的荣幸 成为波比哥第一个领导摔车 通行的伙伴 非常的骄傲 赞 这样就是帅 反正我们出来拍片本来 就需要一些成本 这样就是帅 对 对啊 啊你麻烦这一段 嗯 不要让我老婆看到 好 没有我一定把你放上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过看到他在倒车之后 脸上还充满着笑意 看来下一次 可以再揪他去更深入的领导了 其实我大概知道 应该有人会甩车 颁奖 什么东西 辛苦了 您辛苦了 代表说你们 你们骑得最认真的 有甩车才是骑得最认真的 我知道一下 啊饼干要拿起来 亮点 拿起来 这个是那个骑铃道的规矩 下下就过了 来哦 一二三 两 smiled 颁发完今日天七的最认真获之后 我们一起人准备离开山 骑向海 往资本海滩出发 欣赏晚霞 地瓜 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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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ought it would kill me i thought it would kill me i thought it would kill me 在山里骑完车之后 接下来最适合的地点 就是前往海边转换心情 在这里的入口处 有几包体积比较大的水泥石块 应该是有在做什么工程 所以才会放在这边的 经过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达海滩了 我就是属于那种脑波很弱的 只要有人一讲道 骑下去骑下去 我就会真的英勇的骑下去 不行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太慢了 前轮塞进去是一瞬间的 就是我知道说我没办法骑了 因为已经全部先进去 390IDV来 我们来比赛看谁骑得比较远 左甩右扭的你有什么感想 因为通常左甩右甩完之后 我就是在地上了 所以我刚才骑到这边 我自己觉得我很厉害啊 哈哈哈哈 好啦我们刚才 我们车子骑到海盘一半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用走路的步行过来 对啦这个沙滩呢 我100%确定是可以骑进来的 因为有人在那边 搭起了帐篷 然后看这个轨机啊 他们应该是有开到这个 过这条类似小溪的东西 然后再沿着这个过去 所以 确定 这边是可以过来的 所以有志之士呢就可以来了 我觉得啊这个资本海滩啊 最好来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就是在大概下午 五点多四五点 夏天啦 因为现在是夏天 四五点来的时候 这个天空真的非常五彩的缤纷 有红色有橘色 又有点青色 然后又有点蓝色又有点紫色 非常的美 远方的那个云呢 也被太阳呢染成什么样 染成橘红色的 绿岛就在那边 蓝玉 看得到蓝玉耶 好感动喔 蓝玉在那边 小小的 绿岛是哪个 诶 然后那是蓝玉 对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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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蓝不是叫假的 这次来我们蓝玉绿岛一次满足 在这个滋盆海滩这边 好不好非常的赞 你问我为什么当下敢骑进去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身边 有一群免费的劳工 不用白不用嘛 屁股要对着 刚刚 骑完之后 还有尊荣的推车服务 我负责帮忙在旁边喊声加油就好 这一定是要骑下去试试看的嘛 这边我拿起我的空拍机 原本想说要好好记录一下这两座 我来了好多次 但是都没有办法看清楚的绿岛 还有蓝玉 不过很可惜的是这里是禁飞区 所以只好留一点遗憾 下次来应该是没办法飞 在资本沙滩这里我们待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直到天色暗了 我们才依依不舍的准备离开 先回民宿让大家洗个澡 稍微整理一下之后 接着就准备去吃晚餐了 原始部落 那其实这次呢 我会挑来这边吃呢 其实是因为之前我和重庭兄忘记是去哪一趟行程的 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也是来这边吃饭 那我觉得它口味还不错 等一下大吃特吃 那时候有定位 然后点了烤鱼跟烤鸡 它很特别是啊 今天晚上做的是这种小木椅 矮矮的非常的可爱 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它这边还有一个特色 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如果我们是坐靠近那边的话 就可以看到整个台东的业绩 可是呢因为我们今天人太多了 要并一座 所以就只能坐这边 这个啊一个是烤鸡 一个是烤鱼 如果你定位的话 他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吃烤鸡或烤鱼 你跟他说你要定的话 来了之后不到五分钟吧 三分钟而已 烤鸡和烤鱼马上就烤好了 所以现在就可以开课了 就直接夾了直接夾 快点不要客气 那个专业波及手哪一位 骑完领道之后啊 吃了烤鸡就是爽 晚餐地点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丽家 今天吃的这间餐厅 原始部落三地美食 这间餐厅没有过多的装潢 所有的设计都是以漂流木 竹子搭建 所以名为原始部落 而这里的食物 其实我上一次吃完之后 就对这里的特色餐点 印象蛮深刻的 从悲南族的传统肉粽 阿败 到炸蜂涌 我们一桌14个人 点了6000元的盒菜 吃的真的是蛮饱的啦 在吃完晚餐之后 我们回到民宿 接着一群人边喝酒 边讲干话 边聊车经 最后才依依不舍的 回到床上休息 今天的行程 虽然有一点小小的意外 但是我觉得无伤大雅 整体而言 有让我大开眼界的感觉 尤其是丽家临道上面的风景 视野真的非常辽阔 可以直接看到绿岛 离开丽家临道 接着直接前往资本海滩 运气好的话 蓝与绿岛已是满足 非常推荐 大家下次有去台东玩的话 一定要去走一走 明天 我们即将缤分两路 一路向北 一行人往今天原本的行程 比利良 蓝沙坝 另一行人 前往观山镇 探访另外一条 同样平易近人的领道 下午 接着冲击全台湾唯一有着碎石路段的线道 197线道 骑完之后我还当大厨 煮饭给大家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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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解说咯 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了在下面下方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 我是鲁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